两人在树林里不停的狂奔 女人却有些跑不动 摘下面找我这鲜血 男人想扶女人赶紧离开 可女人却重重推开了她 没时间犹豫了 男人再次想一旦去 一只弩箭撞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下一个 这是2022最新惊悚片《灭亡》 末日来袭 病毒已经感染全世界 为了防止病毒传播 每天出动大量无人机巡逻 发现扇子出屋的直接击毙 可以说 很多人不是被打死 就是在家活活饿死 大卫已经被隔离两年了 因为他是无症状感染者 说明他的血液里含有抗体 所以要化验他的血来研究一秒 大卫有很多闹钟 提醒他严格遵守每天规定的时间表 按时吃饭锻炼身体 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每天按照规定的时间抽携 在无人机的监视下 到指定地点换取食物 回到家再全面消毒 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之所以大卫能坚持下去 就是为了晚上与妻子视频 妻子是疫苗研究员 一直鼓励大卫坚持下去 他是拯救人类的希望 可这天妻子却爽约了 等了好久也没有视频传来 大卫想走出房间 可想到妻子说道 天黑以后千万不要出门 他还是放弃了 门外部远处 却有个穿着防护服的大黄 一直在监视着大卫 大卫唯一的爱好 就是按照黄叶上面的记录打电话 可惜从来没有人接听过 直到这天 电话居然自己响了 接起电话 一个神秘低沉的声音传来 大卫都要梦了 不是你给我打电话吗 突然闹钟声响起 电话却被对方挂断了 是与妻子视频的时间到了 可妻子还是没有上线 大卫有点不乐意了 难道妻子外面有狗了 闹钟声再次响起 门口不知道谁放了一个闹钟 当大卫捡起后 前面正是妻子的身影 大卫满心欢喜 妻子却转身离去 闹钟又响了 大卫看着手中的闹钟 竟然是一场梦 还吓我一大跳 醒后的大卫突然听到 女人的哭泣声 他看箱电脑屏幕 妻子一闪而过 关闭了视频 大卫暗自恼火 都怪自己睡着了 错过了与妻子视频 每天的生活依然如此 可这次的食物都是肉 这让素食主义的大卫很不爽 他想无人机抗议着 并拿回了自己的血样 夜里 妻子的视频又接通了 埋怨大卫不懂事 他是人类的希望 让他赶紧再抽一大袋交出去 大卫只能照做 可内心却很不舒服 他再次拨通了 那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一个残酷的真相 即将浮出水面 整个世界已被病毒感染 电话那头的男人叫托德 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很想过来逃奔大卫 可大卫直接拒绝了 他是无症状感染者 托德来了就是自寻死路 托德却反问他测试过吗 也许他根本就没被感染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大卫有些心动了 趁着换取食物外出时 夺过无人机的侦查 他在一所住宅里找到了尸体 把自己的血样低进室馆后 他便带着室馆返回住处 路过湖泊 一个不断可写的男人 突然出现在身后 男人不断的凭空咬着 仿佛丧尸一般向大卫冲来 一只弩剑射进男人的胸膛 大华英雄般的出现了 并继续安装下一只弩剑 男人低吼着再次爬起 又一只弩剑一击爆头 男人终于没了声心 大卫直接下药 抓起背包就跑 慌不择路的跑回家 大卫内心终于平静下来 他看过丧尸片 难道这次病毒就是丧尸病毒吗 他有点不寒而栗 第二天 无人机还在空中监视 一切又恢复到了正常 妻子仍是日常的叮嘱 而大卫仍然按照时间表 重复着流程 他突然系起了那个尸管 打开药后 尸管的颜色显示竟然是正常 这一刻大卫心乱如骂 难道他从来就没被感染过 他没有戴面罩 在外面砸碎了所有闹钟 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自己从未感染 为什么要隔离自己 为什么还要每天上浇血样呢 难道妻子真的有别的口吗 可妻子还是怀怨他为什么要出去 听说大卫遇到了一个男人 他紧张地问大卫是否被咬了 知道没有 他又安慰大卫不要着急 他现在什么都不能说 但他们已经快研究出疫苗了 到时候他和大卫又能在一起了 大卫表面上微微失怒 内心却有了自己的打算 手拿力斧 全身无装 大卫悄悄地离开了小屋 夺过无人机的侦察 大卫迈出了人生最刺激的营 在树林里走了一小段 他突然发现有两个帐篷 拿着斧子悄悄来到旁边 树下去有个满是苍蝇围绕的破步 撞着胆子揭开破步 那是一具不知死去多久的尸体 面罩上还插着一支箭 无人机的声音响起 大卫连忙躲了起来 一只大卫手拿弩箭四处张望 没看到异常情况 他返回了帐篷 大卫偷偷地走进帐篷 一个女人正在那里拿着血袋 大卫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大卫问妻子为什么要骗她 可妻子却说这是为了保护她 她加入了清除计划 杀死所有被感染的人 因为这个病毒根本就没有解药 丧尸病毒怎么会有解药呢 就像这几年的嗓尸片我们少看了似的 看着大卫手臂滑破的伤口 妻子竟莫名其妙地有点饿了 大卫偷偷地用彩血挣扎过妻子的手 然后把妻子关进房间 并把妻子的血量递入使馆 大卫又给拖着电话留言 把自己的位置告诉了她 并希望她能来一起好好过日子 去帐篷里给妻子去食物 大卫看到了妻子存的视频 原来妻子已经被感染了 使馆里妻子的血液也彻底变异 妻子好像在跟什么人有交易 所以她才能借此保护大卫不受其他伤害 而她每天需要靠大卫新鲜的血液 才不会变异 大卫立刻打开与自己房间里的视频 她发现妻子明显有变异的趋势 她要立刻回去 一架无人机却突然飞了过来 无人机开始释放毒气 大卫感觉呼吸变得困难 她艰难的戴上面罩 想要用弩箭把无人机射下来 无人机却飞得不知所踪 大卫朝家赶去 又一架无人机向她重来 一箭没有射中 无人机划破大卫的手掌 并把她撞下山谷 大卫摔得浑身是伤 可她没有时间休息 艰难的返回家里 包扎好自己的伤口 她突然发现妻子不见了 大卫在七黑的房间里四处寻找 却发现了一个闹钟 那与梦境里似曾相识 突然一阵牙齿咳咳作响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大卫头皮发麻 全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 但她内心明白 那是妻子 妻子好像并没有失去意识 反而搂住了大卫 闹铃声却陡然响起 妻子背下的向后退去 妻子的眼神开始变得凶狠 嘶吼一声向大卫扑来 大卫逃到窗户处 一把拉开窗帘 害怕阳光的直射 妻子躲进一暗的角落 大卫有些明白了 他很悲伤 他喊着妻子的名字 他要给妻子输血 他要一切都恢复原样 妻子乌叶地偷偷看着他 就仿佛一只可怜的小狗 可当他闻到大卫血液的味道 理性却依然不在 太阳即将被乌云遮盖 妻子的眼神里也不再有一丝人性 大卫将门外逃去 妻子冲出来将他扑倒在地 牙齿仍然咯咯作响 可妻子也慢慢互服了意识 两人紧紧包在一起 妻子不住地抽烟 却抵挡不住食物的诱惑 他还是一口咬在了大卫的肩膀上 大卫一动不动忍受着肩膀上的疼痛 可内心的伤痛却更为难熬 妻子终于恢复了意识 满脸的潜意和爱意 他不想再过这种不仁不轨的生活了 他慢慢地走到太阳下 整个人瞬间燃烧起来 妻子是丧尸还是吸血僵尸 对大卫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他紧紧搂住妻子的尸体 无数颗无人机在天空中盘旋着 大卫打开一罐食物 当吃下去便吐了出来 他已经感受到体内的变化了 他的手在阳光下也瞬间被烧伤 翻回到妻子的帐篷 血带里才是他现在的食物 吃掉所有食物 终于有了力气 大卫挖了一个深坑 把妻子的尸体放到里面 大卫也静静地躺了进去 大卫即将被太阳融化 无人机又从空中缓缓下降 故事并未结束 截到大卫流言的托德终于来了 看到屋子里留下的食物 托德内心很感谢大卫 他终于能过上好日子了 一阵闹钟声响起 托德慢慢走到闹钟的房间 视频开启了 里面坐的竟然是大卫 不过他现在是博斯医生 他告诉托德 大卫找到了治疗的方式 已经跟妻子离开了 只不过第一代疫苗还有缺陷 而托德也是无症状感染者 他将负责收集托德血液 继续研究新一代疫苗 这是一部科幻片 看到最后细思泽孔 这哪是什么病毒 根本就是在圈养人类 怪不得他们从未出现 只是用无人机 因为他们白天无法闲身 为了有足够的血液生存下去 他们开始圈养食物 而那些不听话的 肆意吃掉食物的怪物 也将遭到统治者的不上 他们也将有秩序 生活在地球的一岸面 对吗 对比较生存在 福尔那样的 我移动了 脑布